好的 今天主要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探讨一下 我们关于对压力 睡眠和情绪调控的神经环度的一个研究 首先想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背景 然后接下来会讲一些比较通用的我们所使用的研究的方法 包括一会儿可能周恩杰博士也会用到比较相似的一些方法 然后主要接下来会介绍两个课题 第一个就是中脑的中脑复测背盖区VTA这个地方的神经环度 是如何调控睡眠和觉醒的 然后接下来就会研究这条神经环度怎么联系压力 然后导致的睡眠 然后起到抗焦虑的一个作用 睡眠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摄理现象 但是每个人睡眠的时间可能不一样 有的睡六个小时 有的睡八个小时 但是基本上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生命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用来进行睡眠 但睡眠有很重要的功能 包括它能够提高学习能力和对记忆能够巩固记忆力 包括增加注意力和亲属大脑的一些有害物质 这是一个研究就是如果说睡眠剥夺了以后 从大脑皮层到性能核 其实到海马这块区域的大脑的连接都会受到影响 就会损害我们的记忆力和认知的功能 然后现在研究的比较热门的就是睡眠的一个功能 它对大脑代谢产物和一些有害物质的清除 所以最新的研究就是表明了在睡眠的情况下 大脑的CSF脑基业它的流动性是会在睡眠的状态下显著增加的 然后包括老基业和这些有害物质包括一些代谢产物 跟大脑内的循环系统学循环系统的交换会增加 就是它能够更好的可能会更好的清除一些代谢产物 和大脑积累积累的一些有毒物质 但是这个能力在清醒的情况下 它跟睡眠的状态相比它是减少的 然后它对正常的生理功能也很有作用 包括维持一些荷尔蒙的平衡 修复一些细胞和组织 在深度睡眠的情况下可以产生一些生长因子 但更重要的是 它能够对白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效率和安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个临床研究 就是表明在24小时睡眠剥夺了以后 它给这些研究者一个就是驾驶的一个test 这个就是在红的就是表示在睡眠剥夺以后 它的驾驶跟它的设定的这个任务来说 它的偏差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可能跟其实它跟喝了酒 驾驶的那个 这个损害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能力是差不多的 那怎么去测量这个睡眠 人的在从人的上来说 睡眠分为 Lon-run sleep和Ram sleep 就是非动眼睡眠和快速动眼睡眠 这是深度睡眠 它又分为有三个层次 Stage 1 2 3 然后在进入非动眼睡眠以后 然后又会进入到一个动眼睡眠 因为快速动眼睡眠是我们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做梦 就是在Ram sleep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一般睡 比如说睡7个小时 它会经过一个大概有4到5个这个循环 然后如果进入深度睡眠的情况下 我们大脑是通过一个EG 就是一个脑电波去看检测这个睡眠的一个情况 就是在深度睡眠的情况下 大脑的这个皮层很大一部分区域 它都是一个满波的状态 当然在清醒的情况下 有可能局部也是有一个慢波的一个情况 但是从动物水平上来说 我们用到了一个 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device 就是一个我们叫做一个Near Locker 然后它能够就是接到小鼠的大脑上面 然后我们给了三个电子可以测量大脑皮层的一个脑电波的一个情况 包括还有一个金属植入到 这有一个颈部的一个肌肉可以测量 G电波 就是结合脑电波和G电波 我们就可以分辨出这个小鼠是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 还是一个快速动眼睡眠和一个睡眠的状态 这根据波形的不一样 比如说在深度睡眠的情况下 就是有一个慢波 但是它的阵幅是比较广的 就是它的Emplitude比较大 然后呢 在G电波的情况下 它基本上是没有肌肉的一个活性 但是如果在清醒的情况下 就会G电波就是很明显的 它有一个一个活性 然后在Rab Sleep的情况下 它的脑电波的情况 它可能是几个波的一个 就是一个有很多不稳定的一个波形 但是在G电波还是比较清楚的 在Rab Sleep的情况下 肌肉还是没有什么活性的 但是从动物的水平上来说 我们研究睡眠就是想 第一是寻找大脑的具体 哪些区域和神经元能够 诱导我们进入睡眠的一个状态 就是第一是通过神经元 包括神经细胞的一个活性的一个检测 通过比较经典的一个 C-Force是一个神经元活性的一个标志 可以通过C-Force的一个感测 包括一些带生化的检测 我们就可以检测在睡眠的情况下 具体大脑哪部分的神经元被激活了 然后接下来找到了这群神经元以后 我们会通过一些遗传学的方法 比如说是化学遗传或者是光遗传 或者是说用到了一些 让这群神经元失活失去功能 去研究一些睡眠和觉醒的行为学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 会去研究具体是哪些神经环路 借导了这群神经元 然后来调控睡眠和觉醒 这时候会用到一些比如说适中的 包括这群神经元向下的投射和 哪些神经元能够跟这些 核心神经元有联系 会通过一些逆向的或者是正向的指示剂 去看神经的去标记神经的一个环路 当然了 其实睡眠觉醒和其他的一些行为 包括一些社会学行为 代谢啊 奖赏行为和厌恶行为 它都是有相互联系的 所以说在研究这些行为的时候 可能我们还会更多的去考虑一些 睡眠怎么究竟是怎么调控一些 其他的行为 包括其他的行为 又怎么去调控睡眠 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举个例子 这神经元一个火星 这是我们用到了一个 比如说给小鼠一个压力以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压力的核心区域 他的一个C4的细胞是被激活了 这是一个钙条蛋白 钙条蛋白用到了一个改变构像的一个GFP 如果说神经元活性比较多的话 食堡类的钙离子比较多 然后它就会改变这个GFP的构像 然后通过一个外面的一个光纤和一个装置 就可以检测到哪些神经元被激活的 钙性耗应该会显著性的增加 比如说我们在中脑的这个区域 表达了这个钙止息剂 然后呢通过1G EMG去检测 小鼠是睡眠还是觉醒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通过 借了一个就是检测的一个仪器 然后给了光 然后能激活这个GFP 然后能够检测到神经元是一个 它的一个活性情况 比如说VTA这里面 Gb神经元 甘马氨基冰酸是抑制性 神经地质的神经元 它在小鼠清醒的时候 它的活性是增加的 在快速动员睡眠的时候 它的活性也是增加的 但是在深度睡眠的时候 这边神经元活性是被抑制的 然后还有可以通过 如果想检测比如说单细胞的话 可以通过植入一个光纤 外面借一个就是一个照相机 然后可以通过一个显微镜 可以去实施的检测这个单个神经元的活性 如果从功能上来说的话 它分为比较长时间和短时间的一个功能的检测 长时间我们一般用到一个长时间的一个 让这群神经元失活的方法 可以用Caspace诱导细胞的凋亡 然后如果是从比如说到小时 一个小时到几个小时的话 可以用到一个化学遗传 用到一个改变的HM3的兴奋型的 或者是抑制型的一个GPCR的receptor 然后如果是要到秒或者是毫秒的话 这时候就可以用到光遗传 化学遗传具体来说是改造的一个GPCR的一个receptor 包括兴奋型的和抑制型的 兴奋型用的比较多的是HM3DQ 然后抑制型的是HM4DI 然后它可以通过CNO-Ligen激活这个receptor 然后从而使细胞蓄体化或者是超级化 来激活或者是抑制特异性的神经元 这是我们在中脑的区域表达了HM3DQ 然后通过给了MakeLigen的CNO 然后去检测单个神经元的火星 会发现CNO加入以后会激活这个使神经元的动作电位显出性能增加 然后光遗传的话是通过改造的一个关控道蛋白 然后通过外面给一个光纤 然后通过不同波长的光刺激 然后能够激活这群神经元 兴奋型的有用的比较多的是channel adoption 然后如果是抑制型的话有hullery adoption 跟它的激活的波长不一样 channel adoption可以就是增加神经元的一个放电 如果是用hullery adoption可以抑制神经元的火星 就是减少它的一个神经元的一个放电 这是在我们在细胞里面表达的channel adoption 然后外面如果LED给的光的刺激的话 就会激活这群神经元的一个动作电位 化学遗传的话 它就是比较广普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们给的CNO一般是通过腹腔注射 它是一个全身性的 就是它可以达到整个脑子 包括包括这群神经元和神经元的一个投射的区域 它都能起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作用 但是光预传的话 因为通过fiber光纤的植入 它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局限的 它是一个局部的作用 当然它的优势在于 因为神经元和其他之间 大脑的其他区域是有联系的 如果你想研究比如说具体这群神经元投射到了大脑的层层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想看这个地方的作用的话 你可以把光纤 我们可以把光纤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通过光去激活 看一条特异性的神经环路的一个作用 然后如果说要研究神经环路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神经元都是有联系的 然后我们可以用到一些比如说指示剂 或者是蛋白表达在这个神经元 然后可以通过正向的失踪去看 这群神经元具体 它能够投射到大脑的其他的哪些区域 然后如果想看比如说 这群神经元接受其他神经元的一个 跟它的一个连接的话 可以用到一个逆向失踪的方法 去看哪些神经元能够具体的投射到 我们研究了这群神经元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给了一个 就是这个研究组给了一个EGFP 然后在这儿 它就能够看到这群神经元 它的一个神经 一个神经通路 它能投射到大脑的小脑这个地方 然后如果给了一个Retro 它是一个立向失踪的一个 带了一个混色的一个银光蛋白 它就能看到这群神经元接受从大脑披层 包括丘老的一个明显的投射到这群神经元 然后一般我们是通过一个线病毒 相关病毒的方法 然后把这些我们想要的一些基因 然后克隆在AV这个载体里面 然后通过转细胞 然后传化出病毒 然后通过AV的一个显微注射的方法 有一个3D的一个立体定向的一个装置 然后可以很精确的将这些我们想要的一些 感兴趣的一些精表达在大脑的不同的区域 这个是我们表达了channel adoption 一个光通道的蛋白在中脑VTA这个地方 就能很明显的能看到它表达 然后包括它的投射到大脑的海马 睡眠的通路其实有很多 因为大家现在研究的也比较多 发现了很多睡眠的通路 包括其实之前天安门这个主安系统 主安系统它是一个兴奋型的神经地址 后来我们发现它也能够旁分一个 甘马氨基金酸可以去促进睡眠 能够对主安产生的一个兴奋型的一个效果 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 然后研究的比较经典的是 就是lateral properties 就是前边丘脑的一块地方 它的gaba神经元 kalanin神经元作为gaba神经元的一个亚生 对促进睡眠起到了一个 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 然后包括大脑皮层 prefrontal cortex的一些gaba神经元 也是能够投射到下球脑的一些区域 然后来调节睡眠和睡眠的一些 睡眠前的一些准备行为 当然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可能就是 中脑复测被盖区微贴这个区域 gaba神经元对睡眠的调控 因为VTA这个区域 它连接的大脑其他的区域 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因为除了 因为我们知道多巴胺神经元 就是在VTA这个地方 然后它还包括了gaba神经元 是绿色的 多巴胺神经元是紫色的 就是它们很均匀地分布在VTA这个区域 接下来就讲一下就是VTA这个区域 怎么调控睡眠和觉醒的 就是我们怎么去发现VTA这个地方的呢 我们通过了一个就是没有偏见的一个搜寻的方法 就是将HM3DQ这个兴奋型的GPCR表达在了 很就是小鼠脑子很大一片区域 然后我们发现能够长时间的促进觉醒 我们表达在了GOTMate神经元 就是兴奋性神经元 然后我们就想接下来去具体寻找 到底是大脑的哪个区域调控了这个睡眠和觉醒 然后我们就将这个表达剂量逐渐地减少 减少到具体的一些大脑的一些其他的区域 然后我们发现下去了 Lateral Have Thinomus这个地方 也是能够激活了以后 也是能够出觉醒的 但是在大脑的其他一些区域 比如说在旁边或者是底下或者是后边的区域 是对小鼠的睡眠和觉醒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但是我们将这个HM3DQ表达在了VTA这个地方 激活了VTA的Grotemate神经元 我们发现也是能够长时间的复觉醒 因为这个还没有被报道过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研究了VTA的Grotemate神经元 包括Gaba神经元是怎么调控的 觉醒 中脑这个地方VTA这个地方它还分为几个亚区 然后这个刚才也说来的三种神经元 它都是均匀分布在VTA这个区域的 然后VTA这个区域 它是作为一个对行为调控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 因为它有多发明神经元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它能够接受大脑其他区域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输入 然后通过跟Prefundal Cortex 包括那个Campments的连接 通过Dopamine的一个信号 调控一些奖赏厌恶记忆 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 包括Gaba神经元也能够投射到 大脑其他区域调控学习和验误记忆 然后还有Guthman的神经元也能够调控相关的一些行为 但如果VTA这个区域的神经元 如果功能受到了损害的话 就会产生抑郁 包括老龄痴呆或者是踏运症 首先我们将HM3DQ表达在了 VGAD是一个Gaba的一个转运的一个标志 然后它能够就是将这群将HM3DQ特意性的表达在VTA的Gaba神经元 然后这是用HM3DQM3Label上的VTA的Gaba神经元 然后通过CNO可以激活这群VTA的Gaba神经元 我们发现通过CNO激活了这群VTA的Gaba神经元以后 就是EMG明显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消失 然后能够小鼠进入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 然后得到很强的一个干卡锅在这 就是大概能够使小鼠的睡眠增加4到5倍 持续了大概6到7个小时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看具体是哪些神经环入借导 VTA这个区域 Glutimate或者是Gaba神经元对睡眠的一个调控 这我们就用到了一个光通道蛋白 因为光通道蛋白可以就是指示之前神经元的一个 它的一个长距离的一个投射 然后这是我们将光通道蛋白表达在了Glutimate的神经元 然后发现它能够投射到大脑前部很大的一片区域 包括一个Meterophanomus 然后Gabba神经元跟Glutimate神经元不太一样 它没有很长的投射到大脑的前面的一个区域 但它比较强的投射到了LH这个地方 所以为了研究就是VTA到LH这条神经环入借导的这个睡眠和觉醒 我们将光纤放到了LH这个地方 然后通过给一个光的刺激 我们发现激活VTA到LH的Glutimate神经元 可以促进一个觉醒降低一个睡眠 但是呢如果说激活了VTA到LH的Gabba神经环入 然后就可以促进小鼠的一个睡眠降低它的一个觉醒 所以这两个神经元通过LH这条神经环入借导的作用是相反的 简单的就是总结一下VTA这个地方 Glutimate神经元和Gabba神经元 Gabba神经元能通过一个local的抑制作用 它能够抑制多巴胺神经元的火性和Glutimate神经元的火性 然后包括长距离的投射到LH这个地方 从而诱导 血眠 但我们知道 Dopamia神经元它是一个触觉醒的一个信号通路 包括Glutimate它也是通过Nip-L-Compers和LH来触觉醒 就是在VTA这个区域它起到了一个 Gabba神经元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平衡作用 通过之前我们其实是通过一个人为的一个手段 在VTA的神经里面表达了HM3DQ 然后通过一个外界的一个CN Artificially去通过这个NH这条神经环入来激活了这个睡眠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想问在正常的生理情况下 外界的一些环境或者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 怎么能够通过神经环入 然后连接到VTA来诱导人的睡眠 因为这比较重要 所以我们就想到了是不是有光的光信号 或者是一些饮食 包括社会行为或者说是压力 因为VTA这个地方它连接着大脑的其他一些 很重要的一些压力调控区域 包括大脑皮层 性能核 然后它同时也接收到大脑其他很多压力调控区域的一个输入 然后也有最新研究表明了VTA这个地方能够感受到一些外界的一些威胁 然后产生一个本能的一个逃避或者是一个反抗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想看压力是不是能够通过VTA这些殖民源 然后来促进我们的一个睡眠 压力在正常生活中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 如果说适当的压力其实能够提到我们的工作效率 就所谓的有压力才有动力 但是如果说过多的压力呢 就会产生一些焦虑 还有一些比较 包括大脑的一些情绪性的问题 或者是记忆力下降 然后包括一些肌肉或者是关节 就是不太舒服会有炎症 包括员力会降低 包括如果长时间的压力的话 还会导致脱发 这在另外一篇文章也是之前有一个报道 然后从动物模型上来说 我们创建的压力模型 有一个是就是束缚症 就是把小鼠放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 让它不能够自由活动 然后比较经典的就是有一个社会的一个压力 就是说说defeat 就是我们用到的这个 会用一个比较凶猛一点的一个小鼠 去攻击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动物 然后这会产生一个被社会击败的一个压力 因为这和我们在正常生活中 就是比如说校园里面或者是社会上的发明现象 它是有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实验模型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压力模型 比如说社会的一个孤立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在社会里面会受到其他人的一些孤立 这也是一种压力 包括一些比较厌恶性的 厌恶的一个味道的刺激 也是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但是在接下来的我们用到的是一个 就是社会的一个压力 但压力通过激活一个压力的一些神经环度 可以调控比如说压力相关的一些荷尔蒙的释放 包括就是比较经典的有皮质醇 Cortisol 在小鼠是Cortosterone 然后还通过其他的一些 叫到脑干或者是脊髓的一个神经环度 能够调控运动神经元 这时候会增加我们的 比如说血压或肌肉的一个力量 比较经典的有就是从下丘脑到垂体 到肾上线的一个释放 就是压力能够激活下丘脑的 就是PH的地方的神经元 然后通过垂体 然后释放ACTH 然后到肾上线 肾上线的话 压力能够激活释放 皮质醇 皮质醇能够就是增加心跳 然后增加一个肌肉的一个力量 其实压力来说 如果短时间的话 对我们可能还是有利的 因为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个 比如说威胁或者是袭击的话 就是这一个短时的压力 能够是我们迅速能够做出反应 就是具体是要逃跑呢 还是去跟这个威胁做斗争 但是长时间的压力 比如说一些皮质醇 如果长时间的高释放的话 它对我们身体产生的是负面的影响 包括导致一些焦虑或者是抑郁行为 所以在这儿我们用到的一个动物压力模型 我们是给了四组就是塑塑地费 然后结束了以后 我们就是在让小鼠进入自然的一个睡眠状态 然后检测了一个睡眠和觉醒的一个指标 然后我们发现在塑塑地费的以后 就是这群小鼠被击败了以后 它的睡眠是显著性的增加的 然后持续了大概能持续五到六个小时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研究了这个睡眠 就是塑塑地费的以后这个睡眠的功能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睡眠剥夺实验 之前也有研究表明说 包括我们也发现了在塑塑地费的以后 就是在被击败了以后 小鼠的焦虑是增加的 但是通过比较经典的两个实验 去检测的一个焦虑的指标 然后我们给了两组小鼠 一个是击败以后给了充足的睡眠 一个是击败了以后做了一个睡眠剥夺 我们发现在小鼠被击败以后 给了充足的睡眠 就是刚才说了 它会有一个深度睡眠的增加 这时候它的焦虑行为是得到显著的改善 基本上和正常水平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在被击败了以后 然后给了睡眠剥夺四个小时 我们发现这个小鼠的焦虑行为 仍然是存在的 而且比之前可能还要更加的明显一点 就说明 Social defect 以后 这个后面的它这个 恢复性睡眠对抗焦虑 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想看 具体它这个哪些神经环路和神经源 间接到了这个抗焦虑的作用 然后这个通过一个 C-Force的活性检测 我们发现了VTA这个地方 在Social defect stress 以后 它的神经源是被激活的 然后通过一些分析我们发现 有一部分的 大概有一半的这些被Social defect stress 激活的神经源它是Gappa神经源 然后包括我们还通过了就是 它只是记忆去验证就是Social defect 以后这些神经源的确是它的 该信号是增加的 然后更有意思的就是说 我们做了一个长时间的 该信号检测 这是在Social defect的之前 这是在就是小鼠打架的时候 我们发现 VTA这些神经源它在打架的时候 它是它的活性是持续性的增加的 但是呢在结束了以后 这群神经源的活性 一直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 可能就是 大概能够持续五到六个小时 这跟之前讲的 就是打完架以后 小鼠能够进行 大概四到五小时的深度睡眠 是能够稳合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 我们知道 压力能够激活VTA这群GABA神经源 然后压力也能够导致睡眠 那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所以这我们用到了一个 就是细胞活性的一个标志的方法 用到了一个C-force 是一个启动组 就是一个神经源的一个 Activity的一个基因 然后连接的一个 四环术的一个Transactivator 然后通过另外一个载体 然后它有一个四环术的一个 应答元件 然后它能够产生 它能够激活这个Response Element 然后能够激活下游的基因表达 但是如果再给了一个box 一个药物的话 它能够就是抑制这个下游的一个 应答元件 从而不能够使我们感兴趣的基因 不能够得到表达 但如果把这个stocking给去掉了以后 然后比如说我们给了压力刺激 然后就能激活C-force 通过C-force激活TTA 然后从而使下游的这个 比如说EGFP能够表达 就是说通过这套系统 我们可以特意性的使我们感兴趣的基因 能够表达在我们被压力激活的神经元上 但如果说之后再就是再把Dock-Statting 再给弄回来以后 然后它就会又抑制了这套System 但是它的这个 如果被比如说被GFP表达的这群神经元 它还是一直会在 但其他神经元不会在被外界的一些刺激的激活 所以通过这套系统 我们给了小鼠就是社会压力 然后特意性的用将这群被压力激活的GAP神经元 使他们表达了HMCDQ 就是很特意性的跟C-force的一个 感受的效果差不多 就是这群神经元在这 这群神经元是特意性的被压力激活 但是我们让他们表达上HM3DQ 然后呢这个时候通过C-O 我们很微信的去激活这群被压力标志的神经元 我们发现也是能够促进一个深度睡眠的 大概五个小时 就是说明这群被压力激活的VTA GABA神经元 如果激活这群神经元的确是能够促进睡眠 当然我们还想看这群神经元是不是 它是充分的 但它是不是必要的能够借到有压力导致的睡眠 所以通过相同的方法 我们使这群神经元标记上了HM4DI是抑制型的 然后呢通过第一次的一个社群神经元的活性 就是标记上了这个HM4DI 然后呢我们给了第二次的就是社会压力 然后在给之前呢我们通过C-O去抑制了这群神经元的活性 就是在打完架以后 就是这群神经元的活性是不会被激活的 我们发现在抑制了这群神经元的活性以后 小鼠在Society Face Gems以后 它的这个Naral Sleep它是没有增加的 就是跟Control比 也就是说明这群很小的神经元被压力激活的神经元 它也推进的借导了由压力导致的一个深度睡眠 当然接下来我们想看具体是哪些神经环路 借导了压力导致的神经睡眠 导致的睡眠通过一个钙条蛋白 就是钙子细剂 它能够钙子细剂它也能够投射到大脑其他区域 然后我们通过光纤 然后看了大脑不同区域的一个对压力的一个反应 我们发现通过RH这个地方 它是对压力特异性这条神经环路 对压力也是有一个反应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想看 微贴到RH这个神经环路 是不是借导了由压力导致的一个睡眠 所以这里我们用到了一个 三种一个病毒 就是通过一个立项的 一个首先我们用Crelox-P 然后能够Labor上特异性的微贴的Gaba神经元 然后通过一个Flipple的System 然后能够特异性的就是让这群神投射到RH的这群Gaba神经元 能够被压力给激活 所以这些红色的就是被压力激活的Gaba神经元 但是这些Gaba神经元同时也是能够偷射到LH这条神经环路的 就是比刚才我们之前就是标记上的神经元更加的特异 然后通过激活压力激活的VTA的Gaba神经元 LH投射的Gaba神经元 我们发现用CO激活的后 同样能够溜倒五个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 也就是说从VTA到LH这条神经环路的确借到有压力导致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增加 当然我们还想研究比如说这群Gaba神经元 具体是它的上游的神经元 然后这时候通过了用到了一个狂犬病毒 一个Raby virus 然后它能够Labor所有的就是投射到VTA Gaba神经元的它的上游的一些神经元 这些红色的就标这些红色的神经元就是它的上游神经元 就是能够投射到VTA的Gaba神经元 然后呢我们同时给了小鼠一个就是一个Social Defeat 然后呢可以通过C-Force一个全脑的一个活性检测 同时跟这个就是它上游的一个神经元供标 我们能够发现就是具体大脑哪些其他的区域激活的被压力激活的神经元 能够投射到VTA的Gaba神经元 我们发现比较多的几个区域就是一个是Lateral pyoptic 一个Tunnel 然后包括一个压力调控工程 叫做C-C-L-Hat-3L和包括一个脑后边的一个区域 就具体在这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因为Gaba神经元有很多的亚型 我们还就是还具体分析了一些Gaba神经元的亚型 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 然后发现SST神经元作为一个主要的Gaba的一个亚型 能够调控压力借导的一个睡眠 这是也做了一些亚型的实验 就是Sematostatin神经元 就是跟之前VGAN做的 发现它也能够被压力给激活 然后也能够持续很长时间的一个表达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用到的一个遗传学 遗传学实验去就是去抑制这群SST神经元 使它们的功能失活 然后我们发现在抑制了这群SST神经元以后 由压力导致的这个Lateral sleep也是消失了 然后我们发现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 在给的压力以后消失会有一个焦虑行为 如果把这群神经元给抑制掉以后 这个焦虑行为就是没有这个恢复性睡眠 这个焦虑行为依然是存在的 但是如果说对照主给的是GFP 就是这群神经元还有正常的火性 它的焦虑行为是降低的 然后呢 我们知道压力能够通过激活VTA的Gaba神经元 使它的火性增加 然后持续一个比较长时间 然后如果给了充足的一个恢复性睡眠 小鼠的这个焦虑行为是降低的 但是如果说睡眠过多了以后 它的这个焦虑行为还是存在的 所以就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焦虑行为 到底是由睡眠起到的作用 这个恢复性睡眠起到的作用 还是因为就是激活了它的这个VTA神经元起到的作用 因为如果把这种神经元给功能给移植掉以后 它的火性也是被移植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在给了这个社会压力以后 然后就是通过一个睡眠过多实验 就是小鼠是没有一个恢复性睡眠的 然后这个时候同时再用一个化学预算的方法去很人为性的去激活这群神经元 也就是说在打完架以后 小鼠是没有睡眠没有睡眠的 但是这群神经元又被激活了 但是我们发现焦虑行为是没有得到改善的 就是小鼠还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 也就说明了这个焦虑行为的这个恢复减少 其实是依赖于睡眠的 并不是依赖于激活的这群神经元 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了中脑这个区域的GAB神经元 能够接受大脑其他一个压力调控中心的一个输入 然后呢压力能够激活这些GAB神经元 维持他们活性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然后从而通过一个下游的一个睡眠的一个神经环路 就是诱导了一个恢复性的睡眠 这个恢复性的睡眠是具有一个抗焦率的作用 当然它对皮质醇其实也有抗控 就是今天可能就没时间讲 当然 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其实没有解决 比如说这个恢复性睡眠 它究竟怎么去通过什么 方法或者是大脑其他的 到底是具体的一个机制 就是怎么去缓解这个焦率的 但是呢就是 研究可以给出一个 比如说一些 建设性的东西 就是说一些干预手段 比如说我们在有压力以后 可以就是适当的调节自己 比如说通过 然后催眠 因为有研究表明 催眠的确能够增加大概 百分之二三十 其实有可能是更多 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一个深度睡眠 然后这个催眠的话呢 其实能够还是能够比较 帮助我们能够缓解 就是焦虑 使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 比较一个放松 然后包括现在 研究的也比较热的 就是做一个磁垫的一个刺激 就是外部一个磁 磁场通过一个 它能够通过 能够可能会增加我们的 就是大脑批成的一个 一个data波 就是我们深度睡眠的一个波 可能会增加或者是 使我们的深度睡眠 就是更加的稳定 但也有临床研究表明 的确的确用的这个方法 的确是能够提高我们的睡眠时间 当然更多的话 这是网上的一个 就是一个调查 发现我们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有很多的压力 但很大一部分程度的压力 来至于工作 当然也包括一些疾病 或者是一些社会交往 然后呢更多的人通过 不同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锻炼 然后看电视 比如说这些都能够起到一定的 缓解压力的作用 然后他们觉得觉得这些 比如说锻炼还是有一半的人 我们基本上认为 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 然后有一大半的人 还是认为能够起到一部分的效果 就是说有压力的时候 不一定就是你非要自己去睡觉 因为人跟动物可能不一样 我们有的压力可能反而睡不着 但是可以通过外界的一些干预手段 比如说放松一下自己 或者去做一些运动 适当的看能不能就是调节自己 使自己能够更好的就是去去休息 那之后还要感谢 能不能帝国理工学院的 威斯登和France的研究组 然后包括我们跟国内实际医院有合作 就是东海龙院长 包括赵广超主治医生 包括北大提供的一些就是一些 我们研究的一个方法 然后最后还要感谢就是大家来听 就是这个讲座 然后呢我们可能会在 中科院老科学与技能作业创新中心神经所 成立自己的一个研究组 就是研究睡眠和焦虑之间的一个关系 和睡眠具体是怎么在社会压力以后 能够起到一个抗焦虑的作用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联系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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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